在这次我看到除了这些女生以外 今天这出戏真的是可以说 极限在这个 这个现世代最年轻 而且都是最 最红的这些人在一起演出 这个戏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 我想我们你们的这个 夏宇顺先生是拼了老命了 对不对 这个家当都放进去了 希望他会成功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男主角呢 最近的运势如何 林志盈 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呢 其实呢是一个 火生土的格局 那么火生土呢应该是说 他的努力呢 跟他的思想是会一致的 那么呢他的这个行为呢 跟他的思想也可以配合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命格上来看的话呢 土克水其实真的是蛮好命的 很多人在扶持他 很多人在帮助他 那么呢他的一生的行运呢 其实呢我一直到 三十七八岁以后呢 都还走得蛮顺遂的 尤其是在三十六岁之前呢 应该是说 一生当中呢 在这个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 就走得蛮好的 人缘非常好 尤其是非常有异性缘 那么有异性缘的男孩子呢 应该是说桃花跟恋爱都不会断的 他很注重呢 他的这个人际的整合 当然吴蒂格就是说 他会有非常多的群众基础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林志银在事业上 当然就是非常好 那么呢在感情上面刚才讲过了 吴蒂格其实应该是说 他跟他的这个配偶呢 还有他的女性的朋友呢 其实都可以相处的蛮好的 而且呢应该是说 他会取到一个 长相也非常漂亮 非常艳丽的女孩子 以志银的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呢 他在结交女朋友的同时呢 要小心哦 有人会跟他抢女朋友 这两个个性上来讲 还是有蛮大的差异性 有异是属于那种 他会在暗中运筹帷幄的人 那志银的话呢 比较不适合 他会想说 反正有人帮 就让人家帮的那种心 所以呢 他的运筹帷幄能力呢 还是有输有弹一截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应该志银在这方面要加油 那么两个人之间 可以像是真正的像兄弟一样 那么我认为呢 这需要靠累积岁月的成长 我们刚刚的剪接会不会太奇怪 我刚刚制作单位 你剪接说 林志银的女朋友会有竞争者 马上就跳到另外讲苏友鹏 好像接起来是 林志银有女朋友竞争者 苏友鹏 没事你们俩交的不是一样 不过 你自己讲 他刚刚讲的个性像不像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一般大家想象出 你做那么古摸呢 没有那么古摸 但是你还是 内心是 这样讲起来 你们俩的个性 跟这戏里头有一点点像 他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是稍微比较内练一点 如果跟什么 对脱口的时候 我会比较强是内练 比较内练一点 然后呢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两个运势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接下来 那么林志银先生的桃花 稍嫌多了一点点 小约嘛 人见人爱应该 最近在减肥啊 不晓得不晓得 为什么匪文都会一直来 减肥 都已经在拍戏了 减肥 减肥 这都躲到横点去了 匪文还一直来 对啊 这个就是 不过艺人有桃花是对的 你将来一定会找到一个 都帮你打点很好 你看 只能有一个吗 他竟然说这么有帮助 我这边一个 到现在都还能遇到 两年 好 我们现在要来减肥 他们是要减肥文 我这边是要减肥胖 好 你吃东西 很难吃对不对 现在比较不吃 因为脸蛮大的 那个吃太多 上古葱也不好看 他以前吃东西 很恐怖耶 只能是请他去吃自助餐 因为他一直能吃耶 吃的 请个人都会被吃快 他都会一直叫一直叫 你也是很能吃 我还好啦 你还好 你没有那么 就怕你去买车就对了 买到爸爸手软 自己的 把他自己手软 他自己转就是把所有的钱都弄在车上 没有 来 真的 那车子绝对不是一二十万的车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卡洛里 我在这里呢 还是要告诉所有的观众 8月23号 临近视 彭领先主演的绝代 双娇 就要演出了 那照这样子看 你们的这个运势这么好 这部戏一定 现在三女生感高兴的 眼泪又会掉下来 希望希望 希望希望希望 希望让他多多膨胀 对对对 祝你们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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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